Hello everyone! Hello大家好! 相信大家已经听说了最新的考试格式 UASA了对不对?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英文的最新考试格式 也就是用UASA最新的考试格式了哈 那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看吧 在2023年1月份开始 四年级、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呢 将会用这最新的考试格式 那我们看一下 这最新的考试格式是怎样的吧 那首先这一份考卷呢 只有一份考卷 那它分成七个parts、七个部分 里面都有27题在这边 那做到时间只有一个小时15分钟 总分为50分乘2的话 就可以拿到100分了 alright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这每一个部分 这七个部分里面 它的题目形式是怎样子的 好,第一个部分呢 我们会用reading and the use of English 会在part1到part4 ok 那五、六、七的部分呢 我们会有用writing ok 所以这四个部分呢 我们所有的答案是有选择的 ok 可以选A、B、C这样子的 那答案是涂黑在ORMR 好像我们平时考试这样子 选了答案 然后涂黑的 ok 这个我们的答案卷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吧 那part1有5分 ok 那part1这一边呢 它会给我们短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短文是怎样的呢 好,你会看到这一边 它说 Dear English club members The school holidays starts on Saturday ok Our last lesson is on Wednesday so please give me your projects on Tuesday 这个是from Mr.Nayden 所以题目给你这个小小的短文 很shortbar的很cute的哦 所以这五篇短文里面呢 它可以是用通告的形式 可以用广告 可以是email 然后电邮的形式 有五题 那么每一题呢 就有这个三个选项 所以你看这个短文 它的这个题目 English club members should send their work to Mr.Nayden by什么时候 A Tuesday B Wednesday C Saturday 所以这三个是它的选项来的哦 每一题有三个选项 A B C 它是考学生的理解能力 你能理解这个短文在讲什么 你就可以选择正确的答案了 可以吗 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呢 大家去想一想看哦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最主要我们要懂得短文给的重点是什么 关键词是什么 就是说题目问你的时候 它要你找的关键词是什么 这边找的是问你哪一天 最后一天还要交功课的时候是多少 什么天 所以找出关键词 OK Send the word 那么找重点 去短文里面找重点 所以这一个部分呢有五题罢了 建议大家做的时间呢 有五到八分钟 因为这个很简单很direct的 OK吗 好它是很短的短文 很快就读完 很快就可以做到的 所以尽量争取 这个时间在这边五分半了啊 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会看一下 Part 2 OK Part 2这边呢有四分 它会给你比较长的短文的 啊 这个短文里面呢 你会看到这边有很多空的对不对 啊它有五题在这边 啊那一个这一篇是比较长的短文里面 sorry啊四题啊 所以你看上面这一个啊它是写零题的话呢 它是给你个example 给你个例子来看给你个chonto 所以这边有四题每一题同样有三个选项 跟我们的第一个部分一样 那它是考学生的语法 你的grammar还有你的词汇 vocabulary ok 所以你要读得懂全文在讲什么 ok 你理解能力是怎样子的 然后你再回答它的题目 所以这种题目呢它是 你看短文里面它好像要填充题 对不对 但是你是需要选择的 alright 所以grammar很重要 然后你去理解整个 还有就是你的 vocabulary ok 所以建议大家在Part 2的这四分的 这个部分呢 用六到八分钟来解答就可以了 ok吗 所以这个是Part 2 比较长的这个短文 然后回答四题 每一题有三个选项 好接着下来呢就是Part 3 就是有五分的题目 这个长文来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边是比较长的这个文 长文啊 所以它会给你五题 每一题同样的还是有三个选项 所以这个长文呢 它可以是全部文字到晚的 或者它可以是图画跟文字 ok it depends 所以有这两种的题型 ok 那都有五题 每一题三个选项 A B C 主要是考学生的 阅读 你reading 你能明白吗 这个长文在讲什么 你就可以回答答问题 所以这边的问题 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了 你要去想一想看的 好吗 然后要记得去找 重点关键词 重点关键词 OK 好 建议大家在六到八分钟的时间 去回答这个部分了 这个是Part 3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Part 4 六分了 它会给你多个短文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边有三篇的短文 OK 那每一篇短文都分别在讲解每一个公园 这个park 这边有Angel Park Bloom Park 还有City Park OK 那这边多个短文里面呢 我们需要回答六题的问题了 那我们需要搭配选项 搭配Matching的题目来的 你分类了哪一个陈述 哪一个句子 或者哪个Statement 是要你Match跟哪一个公园的 好吗 所以这边A是Angel Park B是Bloom Park C是City Park 所以你看第十五题这边 This Park is 30 minutes from town 所以你要找看是哪一个park 可以吗 所以它是要考你的理解能力 你能够明白这个短文在讲什么 然后你怎样去分析 OK 所以这个也是它可能会用不一样的字 然后你去找一找 你要去了解去分析它 OK吗 所以 这一个部分大家可以多多去练习 或者去复习同意词 还有关键的 OK同意词 所以30 minutes它可以是在什么 你去找看 这边找不到30 minutes 可是你可以看到 Half an hour OK 所以你看Half an hour就是等于30 minutes 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东西 所以同意词去学起来 那建议大家在这个parts 用8到10分钟去解答的 OK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部分 OK 那就是part 5到part 7 第五个部分到第七个部分 是要考学生的writing的 那答案必须写在提供的空间里面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 它有提供空间的 OK So part 5呢 这边有五分题 All right 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个是可能很多学生会喜欢 Spelling Yes 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它会给你相同主题的五题 OK 那例如你们在这边看到呢 这边有Pencil 对不对 然后可能还有 有的是Eraser 有的是Board 这边你们可以看到一下 Clock这些东西 你会发现到它的主题呢 就是在课室里面可以找到的东西 So 他们会用同一个主题 所以不要担心 你会看到这五题呢 都是有联光的 然后会在同一个主题里面 它是根据提供的这个句子去猜东西 好像猜谜语这样子 然后它会给你第一个字母 OK 所以你看这种题目的形式呢 它会给你First Alphabet OK 第一个字母会给你 然后你要去品 给它spelling spell出来 整个是怎样的 它主要是考学生的Vocabulary 还有你的理解东西 你能理解那个句子讲什么 你就大概可以猜得到 哦 我要写的 我要spell出来的 这个是什么来的 好吗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花太长的时间 用6到8分钟的时间 来回答这五题的 所以这个是Part 5 要写下来啊 它给你的空间 这边有画线画线的 把你的答案写在里面 OK 那接下来呢 就是Part 6 十分题 OK 那这边你会注意到哦 这十分题里面呢 它会给你题目 有一题的题目 那里面给你两个重点 你要把这个重点呢 写进它给你的这个空间里面 OK 所以你用这两个重点 去elaborate它 OK 去扩展它 所以你写的字呢 只能30到50个字吧 请注意啊 30到50个字 那么大多数会用 它的这个形式呢 是email 电邮 或者是这个短信的 OK message的或者是notes的 那一题里面会有两个重点 就是它题目的要求 请大家注意了 所以这边 你看explain why you want it back OK 然后另外你要写第二个重点就是 say where Ali can meet you OK 所以这边还要把书还给这个Ali的 所以请注意了 这边有两个重点 怎样去写出来呢 把这两个重点写 写来这个提供的空间里面 OK 所以 根据DDV的话呢 字数啊 格式 这个分端不是很注重 但是建议大家 先跟你的英文老师 就是你学校的老师 confirm看一下 了解一下 真的是 会扣分吗 还是不会扣分 这个你跟你老师确认一下 因为给分数的是你教你的英文老师 OK 那建议大家在这个部分 part 6 10分的题目呢 用10到15分钟去做答就好了 因为part 7要写比较长 比较多字了 好 我们看一下 part 7 15分 OK 这边15分的题目 同样会给你一题 那么它会提供你 这些重点在里面 它会提供你资讯在这边 都会给你便便的 你只是要怎样去 elaborate你的这个point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会用60到80个字 来写出一篇作文 那它是一题来的 那题目提供你很多的 重点跟资讯在里面呢 其实是try to帮助你了的 所以这边里面很多hints的 最主要是考学生的理解能力 看你能明白 它题目讲什么 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OK吗 然后去扩写的能力 alright 所以你引用题目给你的这个重点 来扩展这些句子 请注意语法 OK啊 小心用语法 会做语法的 那建议大家呢 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 来作答这个部分 part 7 总共有15分 你乘2的话就30分在那边 OK 所以这个是英文最新的考试格 或者是UASA会在2023年1月份开始的 总共有7个部分 part 1到part 7 那接着下来分析的这些题目 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怎样去应考 你这份英文试卷的 那首先 有耐心的 OK 去看完题目 去了解它 或者是在前面的parts的 有耐心的看完那个短文 它给你的资讯是什么 去理解它 OK 然后再回答题目 所以你遇到不明白的字的时候 好像平时的时候 你不明白的字的时候 你耐心去分析 或者是想一想看 你可以联想到你曾经 学过的东西的 好不好 然后呢 后面作文的部分 有耐心的把它写完它 给你两个main point 然后part 6 你就有耐心的写完它 不要一下子 这个我忘记了 不行了 就放弃了 不要有耐心 OK 那接着下来呢 第二个能力呢 就是分析的能力 你看的这些题目 有的题目 没有那么直接的 你要去分析 要去analyze它 所以你分析了这些 特别是写作的题目 然后你要拟出一个适合的题目 还是它给的这个要求的这个大纲 我们才开始写 明白吗 所以在part 7 那边它给你的这些重点 你要找出 你要怎样去elaborate 适合的 然后它怎样去适合 配合跟它给你的这些重点 然后才开始去写作 可以吗 所以part 1到part 7的题目呢 我们都需要去仔细的分析 和去明白 理解这些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减少犯错了 那如果没有好好审题的话呢 你考卷可能一般的分数真的是飞掉了 特别是后面的part 5 6 7的部分 那请大家分析好题目 了解一下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才做吧 好那接着下来呢 就是自信和勇敢 是很多人看到这个哎呦不明白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咧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放空 很浪费的 ok吗 at least you try 敢敢 try 平时练习的时候呢 敢敢做敢敢错 错不要紧的 在学习的过程会犯错是正常的 ok吗 接纳自己的部门 我们是人不是神 ok 所以平时练习的时候敢敢做敢敢错 这样子你在考试的时候就比较有自信 比较敢去写出来了 ok 所以对自己的想法有自信点 敢敢去写下来 然后去扩展题目给你的那些points 那些咨询 去扩展你的想法 那如果你没有自信的话 真的是你不敢写 一个字都不敢写 真的是交白卷 那个就很可惜了 所以题目有给你重点了的 敢敢写下去罢了 敢敢去夸写它 有自信点 勇敢写下去 alright 那假如你怕的话呢 就平时多做练习的时候 敢敢做错比较紧的 然后你从做错的那边 找出为什么会错 用什么方法应该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或者怎样才是正确的把它写出 写作的这个技巧 好吗 ok 所以我们会看到第三个能力呢 是你的自信 还有你的勇敢的 那最后一个 时间管理 不管你考哪一份考试的话 你会发现到考试都有它的时间的 所以这份考试是一小时十五分钟 跟其他考卷一样 必须回答这里面的四个部分的理解文 然后三个部分写作 总共有七个部分 好好管理好你的时间 尽量在前面的parts 那些use of english 那些parts 那些part 1 那些part 5 不要花太长的时间 ok 因为你后面需要保留这些时间 在写作的 alright 所以最后两天你加起来 那边有25分 你乘二就50分 整个考卷一半的分数耶 好不好 ok 或者这边有个建议啦 假如你真的是 不大会管理时间 你agar不到的话 你可以先做后面的这个写作部分 可能你可以从最简单的 可能你从最简单的 可能你从spelling那边开始 然后part 5做了 你就做part 6 part 7 那么还有一些时间的话 你可以做前面的 有的选择的这些选择题 好不好 这边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alright 所以这边呢 是跟你们分享 关于最新的英文考试格式 用UASA考试格式 会在2023年1月份开始用的 那你看了这个视频呢 假如你发现到有什么重点 或者是你看了过 诶 有几个是 对你来讲是很新的 你今天才知道 看了这个video才知道的 欢迎在下面comment哦 跟其他的学生一起分享 那假如是家长在看这个视频的话 给问问看你的孩子 诶 你看了这个video 有哪一个是你觉得 哇 很新鲜的 或者是刚刚才知道 这个是今天第一次学到的东西 这个point你可以分享 在我们留言区 跟朋友们一起分享 一起学到 好不好 OK 那就祝福大家 在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有很好的准备去硬考 你的英文UASA最新的考试格式啦 好啦 这影片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个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啦 拜拜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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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